女宇航员返回地球竟然穿越到平行世界 而且同时出现的平行世界居然高达四个以上 让无数观众直呼掌脑子的科幻烧脑美剧群星第四集终于上线 回到家中后丈夫和女儿本来要为安娜庆祝 可是丈夫和女儿口中随口说出几个名人笑得不亦乐乎 安娜却没有一点印象 而当安娜举例说出一个人 丽丝和丈夫却也是一脸懵 而吃完饭后的安娜忽然发现橱柜的格局不对劲 可当问丈夫是否改动了 丈夫却告诉她一直是这样的 接着丈夫满腹心事地说他们分别时候他们的关系不是很愉快 甚至安娜上太空时候都没有和她道别一声 可是在安娜心里绝对道别了 而丈夫却摇头表示没有 接着丈夫说在安娜离开的一年里她想了很多 她意识到了安娜可能会离开自己 可是安娜却说我们明明很幸福 丈夫却深沉地让她说爱自己 从心里发出的很明确的爱 于是安娜走到丈夫面前说 可是半夜安娜眼前似乎再次出现了太空的场景 她顿时想起种种反常再也没有了睡意 可当她走到客厅却似乎看到什么目光一明 眼前这些照片似乎有些不对劲 打开一看那竟是一台钢琴 紧接着她在照片上面找到一张乐谱 那是一个谢尔盖瓦系里耶维奇拉赫马尼诺夫的谱子 可是她看着乐谱却感觉离了个大谱 她记得自己根本不会这个东西 第二天安娜来到科隆的欧洲航天局 同事们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面孔她开心不已 似乎早已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可是此刻楼上的老白却在死死地盯着她 她的神色明显很是不对 当晚安娜问丈夫自己离开地球前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之间不开心 丈夫马格斯却神色一暗说自己和女儿很少见到安娜 别的就没什么了 可是安娜却察觉到马格斯在说谎 在安娜的一再要求下 马格斯才说自己不是善嫉妒的人 可是很多人都在盛传安娜和自己的上司安德烈有私情 安娜顿时大惊地说这绝对没有 丈夫却说起在安娜不在地球的时候 自己也认识了一个人 他们一起出门喝酒聊天感觉很是契合 最后自己和她接吻了 因为自己认为安娜回来后可能就会和自己离婚 安娜顿时伤心地说在太空的时候自己只想回家 自己真的很爱他们 自己曾经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那时候自己想到他们真的很难过 可就在此时女儿的声音响起来 但是她却是喊的爸爸而不是妈妈 显然这个时空的女儿和安娜的关系也很是疏远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老白却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大的字幕 外太空死亡事件 写完这些字迹后 她试图再次找另一家航天机构进行冷原子试验 结果却遭到坚定的拒绝 而且他们认为爆炸跟冷原子有关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昨晚杀人的老白却在邮轮上醉熏熏地醒来 当她试图回到自己的船舱 却发现几个船员焦急地走过 接着船舰被拉起警戒线 因为昨晚一个乘客发生意外 所以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 而紧接着老白一转头看到了大量的摄像头 第二天的安娜找到心理医生 她说自己家车子在自己记忆中分明是红色的 可是现实确实蓝色的 而且自己和丈夫的关系现在分明不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自己家里有一台钢琴 可是自己记得之前根本不会 咨询师却问她是否出现过幻觉 安娜直接承认是 自己刚回地球时候看到了死去的同事老黑宝泊 甚至自己经常感觉自己还在太空里面 心理咨询师一听却告诉她 这可能是在太空发生事故后的应激创伤 还说要给安娜做一下抑郁症测试并开些药物 可是安娜却感觉很是荒诞 她认为自己的状态很正常 而且这些药物足以毁掉自己的试验 可是咨询师却不管那么多 安娜满腹心事地拿着药物走出 心里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吃 可是下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原来是老白找了过来 她说自己对安娜很有兴趣 而且自己的冷原子试验快要成功了 可是安娜却说自己之前几乎不记得 在飞船上有冷原子试验 直到被提示要带回那个试验瓶子才知道 老白却让安娜跟自己来 很快他们来到老白的试验室 老白问安娜有没有其他宇航员受到负面影响 比如他们不能理解的奇异的事情 安娜想起什么点头说应该有 而老白却接着说自己有两个朋友是双子座四号的船员 分别是扎克和约翰 他们都曾在外太空闻到烧焦味 而且约翰还听到了狗飞 可是就在此时安娜一转头看到了老白留下的自己 老白不管不顾地接着说 这种情况通常是在高海拔地区飞行后发生的 比如外太空 而自己曾在高海拔地区当过试飞员 外太空也是近在咫尺 可是每当飞到27432米处 就会有股力量在把飞机机翼往下压 这股力量被称为上帝的左手 曾经自己有个朋友的六岁子死了 他在自己妹妹生日当天溺死在湖里 可是几年后那个朋友驾驶DC式飞机 在内华达州飞行时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那是一个小孩也就是他儿子的声音 当时他正处于急速俯冲状态 只差一点就会撞击地面 是那个声音唤醒了他 他这辈子都坚信是他儿子救了自己 可是这种事情怎么说出口 也就是和我们宇航员经历的事情一样 一旦说出来就会被荡成精神出了问题对待 可是安娜一转头看到一张旧报纸 上面居然写着李炮7号的宇航员说发现了天使 就在此时冷原子试验仪器响了起来 老白连忙过去电脑前查看数据 可是当安娜准备过去看看这个自己从没发现的仪器时 却忽然感觉头部一阵巨痛 好半天后缓过来的他再次转头 看向另一侧的冷原子仪器 而那个仪器此刻正闪烁着诡异的蓝光 就在和一气对视的一瞬间 安娜似乎又看到了飞船上的情景 他脑中的画面不断闪现 直到看到一个头部缠着白沙的宇航员在瞭望窗口出现 而那人却似乎正是自己 而另一侧邮轮上的老白却给女儿打起电话 他说有人在搅乱自己的思绪 自己看到了很多东西 可是女儿却说他如果病情发作就该吃药了 老白试图强调自己没病 那头的女儿却已经挂断了电话 可是下一刻老白拿出自己的药查看 而那赫然和医生刚才给安娜开出的药物一模一样 而回家的安娜却在此刻忽然发现女儿丽丝不见了 她连忙下楼寻找 可是却再次在一个柜子门口发现了丽丝的手链 她顿时心中一寒 可是下一刻她还是喊着女儿的名字打开了柜子 没想到女儿却冷漠地问她有什么事情 安娜告诉丽丝 学校都霸占了你一年了 不如我们一家人去旅行 只希望丽丝不要把自己拒之门外 可是丽丝却说自己只是有点失望 因为她本以为母亲这次回来一切都会不同了 而老白这边却在向麻省理工的好友解释自己发现的双量子数据 冷原子试验器具是个装有如原子气体的枪式 周围有一组激光和电磁体形成磁陷阱 而如果要达到凝结态 激光就要调整到原子的共振频率 而一旦激光关闭就会形成叠加态 而现在这个在太空实验的数据出现了两个并排的黑色震波 可这个在太空站出现的影像也让对面的好友不解 这个图片虽然显示出现了双量子干扰效应 可是数据在哪里 老白却拿出了自己徒手描绘的双量子干扰图像 好友却以为是老白的孙子画的猫头鹰 老白说这是他不想被发现 可是这就是自己在地球上做实验的数据 好友却要详细数据 但是老白哪里拿得出来 那个数据根本记录不了 而且只有自己能看到 好友却说根本不可能打开通往另一个宇宙的通道 而他看到的太空站的影像也是错误了 可是这番话却遭到老白的坚决否认 他说自己绝对做到 可是自己再也无法再做一次实验了 因为他永远也无法再上太空 可是按照理论来说 这项实验的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 那就是不出现在屏幕上 而是出现在脑海中 如果这个我们看到的所处的世界 只是取决于大脑的化学作用 那会怎么样 要知道整个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始于观察者效应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实验中被观察的现象 会因为观察者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实验对象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而好友也顿时对老白的奇思妙想惊待 当晚的安娜没有吃药 而是坐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钢琴前面 她的手情不自禁地放了上去 此刻她神情紧张 可是下一刻一个曲子竟然被她按照曲谱弹了出来 她自己也是一愣 接着她再次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本来不会弹钢琴的安娜就开始这样不断地弹奏 两久之后安娜再次翻开谱子的下一页 而她的动作也越来越熟悉 似乎自己的手不再是自己的手 她仿佛入魔一般地弹奏 可是下一刻 清醒的安娜惊恐地把自己的双手收了起来 很快她回去拿出了心理医生给的药物 就在她吃之前安娜却似乎想起什么 她的动作顿时停下 而后她拿来从太空回来后宇航局发的药物和心理医生发的对比 这胶囊的外观分明一模一样 接着她将两个胶囊的药物全部打开 而后一个一个地仔细品尝 很快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手中顿时一顿 紧接着安娜再次回到宇航局 她要印证一些猜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